下載這個範例檔,我看大部分同意應該都沒問題 把這個檔案打開來,試著做做看 這個我待會會講,用哪些函數可以把這件事情完成 那在Excel裡面呢,怎麼樣比較有效率的做事情 那另外的話,第二個就是說呢 我們的相關的講義 我會把它放在雲端白白 也就是說將來呢,相關的說明 你只要找到對應的資料夾 你可以找到這個,裡面就有相關的答案 你可以把它打開來 稍微看一下,比如說REPT 這個REPT的話主要就是說 我如果今天要使用REPT函數之前 假如我對REPT不熟悉的話 你可以先使用這個REPT這個函數 那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像這邊這個範例 就是說呢,幾顆星部分 比如說我今天呢 假如銷售量100筆給一顆星 所以它如果158的話 那當然適捨無路 取到整數部分 所以其實除以100的整數啦 那我們給一顆星 當然不是叫你說給158給一顆星 你就把這上面複製下來吧 Ctrl C 然後Ctrl V一下 一顆星,那是什麼? 兩顆星貼兩個星,貼兩個嗎? 這三個 當然如果你是這樣在做事情的話 可能你的老闆會覺得 Shock 哇,你沒學過一次有嗎? 你居然這樣 所以你需要用什麼? REPT 那REPT的作用就是說 你要幾顆星,它幫你REPT OK,所以要怎麼做? 當然我們來看,第一個啦 使用函數應該大家都會吧 上面有個插入函數,優標放這邊 插入函數之後的話 找到那個REPT函數 那我是建議你們慢慢習慣 從這邊要插入函數 所以一,先把游標放在這個指定的儲存格 二,點選上面這個插入函數 三的話去找到那個類別 我是建議你可以直接找文字 因為我們這個類別的需求都在文字類函數 當然不是只有文字類 其他你,手臉 OK,那我剛剛那個問卷裡面問的就是說 這個裡面全部到底有幾個函數? 其實當然不是叫你傻傻的說 老師我從頭選ABS一直到最後一個 總共255個 我怎麼知道? 因為我從頭到尾數下來了 OK,但不是叫你數啦 OK,主要是要讓你知道說 其實ECL提供你就這麼多函數 這個函數 你可以看到這邊R開頭 所以你可以往下找 它就按照英文的字幕牌 這邊有REPD 以後的話,我是建議你慢慢習慣 你要看懂如何去使用函數 不是死倍啦 那其實我怎麼是要用REPD 其實你甚至可以在上面搜尋 搜尋什麼? 搜尋重複文字之類 或者是什麼 打開關鍵 按開始 它其實也會找到 比如說你在這邊打什麼? 重複好了 比如說我想重複 有沒有 然後按開始 它會給你第一個有沒有 建議採用REPD就第一個了 有沒有 repeat 這樣也可以找得到喔 所以以後如果你不知道哪一個函數可以用 就是有點像Google一下 查一下 但是跟各位講 那個關鍵字可能要下得非常精確 不然的話不太容易找得到 OK 我們一般習慣從文字 裡面找到REPD OK REPD 再來的話 如果你要使用它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先看一下下面的說 它這個地方叫REPD函數 後面會需要跟你要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的話 它會跟你要什麼 叫Tether 你要給我一個文字 什麼文字呢? 就是你要重複的那個文字 到底 就是指的是第二個參數 Lumber times 這意思是說 重複的次數 所以要給我一個數字 所以呢 比如說我給你一顆心 然後第二個參數是給你那個什麼 重複的次數 那它就會幫你變出幾顆心了 OK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 下面就是中文說明 不過它中文說明翻譯的很爛 因為它應該是用音翻中吧 翻的實在是沒有特別 有沒有 看得懂意思吧 依指定字串 重複幾次顯示 雖然你每個字都看得懂 但是串在一起 你總覺得怪怪的 這個應該不是一般人會寫的作文吧 OK 如果你小學作文 假如寫這樣的話 應該會被老師指正吧 OK 但是你可能慢慢習慣 因為它是音翻中 我想應該是很 不是很好的音翻中系統吧 如果用Google來翻 應該不會翻那麼差 OK 那應該微軟的翻譯系統吧 OK 好 按確定之後 1 2 3 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就會跟你要 兩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是 Test 文字 文字在這裡 第二個的話 Lumbertize 就是要重複幾顆星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把C1 這個儲存格丟過來 它會把裡面的資料丟過來 實際上它是一個文字 怎麼知道是文字 前後如果有雙引號的話 那表示它裡面放的是一個文字 如果沒有雙引號 就是數字 差別在這裡 所以特別說 型態不同的話 可能要特別小心 它是一個文字 那重複幾次呢 根據銷售量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我點選 點選這個B3的話 它會把這個158的資料 帶到這邊來 意思說 重複158顆星 所以你會發現 這放不下 因為太多了 但是我不是要這麼多 我需要怎麼 把它除以多少 除以100 因為100顆 有沒有 100給一顆星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就給一顆星了 有沒有 給的結果呢 會放在底下 不過你會想說 老師那這邊除完之後的結果 應該是1.58 那為什麼還是給一顆星 因為那個星 它沒有0.58顆星 它會取整數 所以你即便沒有取整數 它一樣會給一顆星 但實際上 這一個比較正確的做法 應該是什麼 你應該就在公式裡面 先幫它取整數就好 所以如果你希望 在這個公式裡面 取整數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 用一個函數 叫INT 把這個INT函數 包在這個公式的外面 你會發現 有沒有 我加一個INT 把這個公式包起來的話 你會發現結果變1了 OK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INT 其實就是取整數的函數 其實它的全稱叫indeger 就是整數的意思 也就是我取整數 把整數留在這個地方 OK 然後你按一個確定 應該就得到一顆星了 按確定好了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吧 那公式就在這上面了 按確定 好 一顆星 但是如果你往下填滿的話 理論上應該會自動幫你算完 可是呢 你會發現 發生錯誤了 為什麼錯呢 因為 這個公式 往下拉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把什麼 把這個C1有沒有 這個儲存格 本來是C1對不對 往下填滿 因為你如果往下填滿 它會自動幫你把 後面這個1的數字加1 它這個是它的規則 所以你會把這邊變C2 這邊變C3有沒有 那如果說你要避免掉這個問題 很簡單 如果你向下填滿 它這個位置不要變的話 那你直接 在公式裡面 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1前面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錢的符號就可以了 這個錢的符號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固定在第一列 也就是我向下拉的時候 不要幫我加1 OK 你如果沒有加這個錢的符號的話 它就會幫你加1變2變3變4 OK 大概是這樣的 那打勾之後的話 我們就完成這個公式 向下填滿的話 那答案就出來了 OK 有沒有 應該沒錯啦 這邊因為沒有100 所以沒有任何這個一顆心 OK 應該知道這個rept的函數應用吧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吧 rept函數 所以重點回顧一下 1 游標先放這裡 2 插入這個函數找到rept 填入兩個 兩個資料 那記得呢 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就是這個 向下填滿之前 請你在1的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就大功告成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來拍照 看 滿足